现在的新闻这么多 南部在悲伤 他却在北部唱歌的唱歌 跳舞的跳舞 三立新闻的独家报道 摊开最近几期的花莲地方报纸 上面刊登的都是 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在花莲勤跑选举的报道 花莲县政府参议杜丽华爆料 八八水灾发生之后 所有参选人都停止选举活动 忙于救灾 就只有叶金川还在为选举跑突 甚至还与县长谢生山 一起去参加风联季 所有的灾区的百姓们 最痛苦的时候 我们叶署长跟谢县长 都还在载歌载舞 都里华种批叶金川 灾情无法帮忙就算了 现在新流感疫情一触即发 身为马团队救火队长叶金川 为何不回到中央 贡献自己的防疫专业 难道花莲县长的宝座 比全国百姓的生命安全还重要 署长是属于疫情的一个专家 防疫的专家 所以这是全国的事务 马总统需要你 全国民众也需要你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叶署长能够尽快回到 马团队来做帮忙 面对杜利华的指责 叶金川低调表示 不想陷入口水之争 防疫是一个全国的事情 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主导 那么防疫现在中央 卫生署还有行政员都非常重视 那我相信他们有能力 能够来把疫情控制 眼看新流感疫情 即将进入高峰期 扫尼叶金川作证的卫生署 能不能挡得住 全国人民都在看 三星文文贱海华联报道 卫生署